1942这部电影如果从正面来解说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,所以就以拴出这个配角的角度来说说这部不太值得看的电影,说1942不值得看,我是有理由的,因为它过于虐心了,也太现实了,因此从当下娱乐致死的大分位来说,又有多少人愿意花两个小时的时间给自己添堵呢? 可就是这样一部电影,却得到了不少人的好评,因为在电影中虽然只是这些难民的逃生,却也能从中看出生而为人的补义,在1942里张国立饰演的地主活到了最后,因此他就是男主,一般来说解读都是从主角视角入手,但这次不会,因为太多人都喜欢盯着带主角光环的人,而现实中你我其实可能就是一个不知名的配角,就算拼尽全力的活着,也就是主角身边的一个长弓, 就像剧中张默饰演的长弓栓柱一样,地主老爷靠自己的聪明,拖住了寄院抢粮的难民土匪,而栓柱却高呼着有官兵冲进大堂,这种二百五的事情才是我们普通人常常做的,这也导致了地主家被毁,少东家被杀,而作为有经验的栓柱在得知东家要逃荒的时候,他说他妈就是死在逃荒路上,所以他不逃,可最后还是逃了,因为老爷暗示他小姐需要保护,所以他踏上了自己的英雄之路, 他要保护自己未来的媳妇,为了小姐猩猩,拴住玩了命的取拼,要不是命好,他可能早就死了,可当他有了饼干之后,他却把猩猩拉到一边,想要用一块饼干,让猩猩陪他睡觉,这一段有人说他卑鄙,有人说他无耻,可只有身在当时那个环境,才会懂这背后的动机,拴住在当时算是壮劳力, 如果不是地主用猩猩这个希望拴着他,他在哪个乱世甚至能活得很好,因为就在他拿一块饼干换猩猩陪睡时,花枝甚至都主动现身了,所以他要的不是发泄,他要的是希望,带着这家人走下去的希望,后来猩猩把自己卖了,拴住朝着东下发泄,也就在这个时候,花枝说要嫁给他,虽然这其中没有爱情,但乱世之下,这给了他们四人活着的希望, 那个灾难深中的年三十夜,在洛阳城墙外,他们在城里生起的烟花中,拜天地,拜父母,拜自己,结成了夫妻,虽然是二手的老婆,别人的孩子,拴住在那刻起又有了责任,虽然与花枝只是一夜夫妻,可他愿意为了孩子去找他亲爹坐的风车,也愿意为了孩子放弃卖老婆换来的摆面,可一切努力,最终只剩下他手里的那个风车,在他流落到敌人军影后,对方要换他的风车, 他把这个玩具当成了自己谨慎的希望,最后他也就着这个念想被虐杀,拴住很傻,很多人说风车给就给了,命更重要,但他最后死得像一个父亲,虽然孩子还是别人的,老婆也已经外了,可他依旧很难忍,也许拴住当时的处境,很多人会有更多的选择,但拴住选了属于自己的那种,在拴住短短的一生中,如果没有遭灾,他可能几十年如一日就那么过去了,可也就是因为那段经历, 才让他在短短几十天走完了他生命中最有意义的时光,一块饼干可以换陪睡,为了一个玩具也能去死,这样的生命真是太搞笑了。 品读影视感悟人生,欢迎关注